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铁路的出现方便了我们的出行 而随着一条条高铁线路的建成、开通、运营 这种更快捷的出行方式也逐步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 然而全国各地的高铁车次却都有这样一种现象 那就是夜间停运 不仅如此,高铁每一天的第一趟车也必须是空车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还是安全问题 因为每天的线路设备都需要检修与养护 由于高铁速度太快 不方便铁路职工在高铁运行时能及时下到闭车 如果一天不养护 无缝线路的轨距 跑道都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 所以只能夜间停运来检修 以确保旅客安全 高铁在凌晨12点到6点没有半次 夜内称之为开天窗 同时由于夜晚温度较低 铁轨地基很容易上升 第二天会下降一部分 但不会下降到正常位置 这时就需要用空车压回至地基正常高度 但是不能载人 否则太重会导致地基下陷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 铁路局就进行了这样的安排 不过夜间停运也不是绝对的 春运期间考虑到人流量比较大 为了保证旅客正常出行 今年春运 广铁集团计划开行300列夜间高铁 以满足春运旅客需求 铁路部门也相应调整了千窗作业时间 保证高铁能安全运行 了解的这么多 快点为我们铁路上辛勤的工作人员点个赞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找亮机科技 本视频收在原子网络 有找亮机剪辑并配音